政治消息则是要来关心国民党的总统初选民调 明天正式起跑 但是在民调开始前夕传出有网军带风向 强调朱立伦民调落后 如果不希望韩国瑜代表国民党 就要来弃朱宝国 在今天朱立伦更是直接点名了 郭振英有些朋友在操作 也针对了近期 两个人其实针对了包括育儿政策 还有自贸区等议题隔空交货 朱立伦现在递出了橄榄枝 邀请郭台铭面对面交换意见 加油 加油 谢谢张好 谢谢张好 小朋友看到朱立伦兴奋上前握手合照 初选民调前最后一天 朱立伦把握机会冲刺选亲 不过蓝营内部现在却传出 弃朱宝国声浪 PTT网友发文 朱立伦民调都在第三名 呼吁不希望韩国瑜出来选 一定要弃朱宝国 如果发酵成功还能够守住高雄 那当然这个郭阵营有一些的朋友们 在操作嘛 做任何的操作 现在都是完全没有意义 那朱立伦的支持者也喊出 这个也有一些喊出说 气锅宝珠或气寒宝珠 北民郭台铭阵营操作气宝带风向 而眼看郭珠两人 近期也为了领导六岁国家养育儿政策 付人税以及自贸区等问题 隔空交火朱立伦改变策略下站铁 解决少子化的方法是怎么样 最务实的做法是怎么样 我觉得这才比较正确 那纸上谈兵式的互相抬杠 不如面对面的把它讨论清楚 不过民调将行动 郭台铭却仍不签署参选公约 朱立伦也给出善意提醒 7月15号初选结束以后 一定要团结在一起 不管你有没有签 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违纪 没有一个人可以脱党 一定要团结在一起 大打团结牌 蓝营太阳之间也即将揭晓 简环少女士新美食报道